需要特别留意的还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市政府的测谎风波是接连爆发 现在包括了市长柯文哲的妈妈也看不下去了 亲自当面对柯文哲说教 柯文哲今天出席颁奖典礼时就自嘲说 柯妈妈在政治判断力和社会敏感度都比她要好 她也没想到会输给念社会大学的柯妈妈 首先欢迎健康国中曾健康校长 健康国中受奖人健健 为了市长奖颁奖流程能顺利进行 学生先来段预演 让市长柯文哲能少一些凡文入节 不过勉励毕业生可是不能少 这阶段的胜利没有保证下一阶段的胜利 所以继续努力吧 不过有时候倒过来 坐一天装被和尚撞一天 像我当市长每天一定要被媒体折磨一番 没办法OK 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散不转路转路不转真转 打开自己玩笑 柯文哲也酸了酸媒体每天对吊吊 但侧谎风波连环报 就连柯妈妈都看不下去 现在柯文哲也说下不为例 我昨天回去想一想满丢脸的 我妈妈在正式判断力 还有社会敏感度都比我好 结果想不到吧 我这念台湾大学的 还是很多方面输给她那个念社会大学的 放任姿态承认错误 柯文哲嘴巴学乖不再挑戏争端 不过最让柯文哲头痛的交通问题 会不会随着交通局长钟慧玉 请此走人后没人扛 内湖的交通改善计划 当时分短中长期计划 短期那个交通工程已经改善很多 另外一个中期的包括快速巴士 还有这个接驳车 透过捷运站的接驳车 还有一个是温如仙的早鸟计划 那他们正在规划 柯文哲打包票交通失证不会中断 就看能不能用诚意换回民意 不再当新政府借进 不过换先好了 会进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